新手想起连局不知道起哪一把 那我肯定是首推SKS啊 不是 真别觉得SKS是玩具枪 虽然裸SKS的确搞笑 但是当前版本改装后的SKS强度还是挺高的 这把枪是我认为当前版本最佳性价比例 直接开启优点介绍 第一点就是巨便宜 AK系列消音器25000 38AK弹下6000还佳人机 全满改不算镜子才12万出头 市场低价抢个镜子总共才15万 第二就是手感和性能啊 虽然游戏里属性没写 但是这把枪回弹很快 甚至我这把16万的连价SKS 8发回弹可以速点并慢点 相比之下 顶级连局SR25花费40万 他没有回弹 而且SKS还有个射速分坏人机更高的优点 第三点就是致死枪速 我想都不用想评论区 肯定很多人要跟我说SVD一枪速 我个人认为SVD不太好用 有效射程那还行 但是也要子弹跃剂 遇到个五头就搞笑了 我的局还是挺多五头的 而且一旦出射成纯瓜沙呀 打架都需要四五枪 这枪弹速又慢 移动把基本斜逼的 正常情况下 SKS都可以在有效射程内 三到四枪带走一个人 唯一的缺点就是 单发暴头伤害有那么一点点低 不过 无所谓 乌鲁鲁会出手 有些人可能会说 这把枪登场率低 但是其实是连局除了M14 登场率都低 而且M14也不关联 主要也是这个游戏远距离交战性质太多的原因 但SKS还是很强力的 以下是我的改装和尖叫方案 不过打局真的是 恶心敌人又折磨自己啊